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材料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隐形的一些材料 一些虚拨材料 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面 涂上某一层隐形的材料以后 那么我们就是雷达 这个雷达就探视不到了 所以这个虚拨材料 还有像红外的隐形材料 主要是在吸收红外光 那么对这个瑞相仪 那他就也不能够探视到了 智能材料 那么这些材料呢 当然都还是在研究过程中间了 那么他可以就是 有这个和环境相适应的 能够感知我们这个环境 作为的这个温度啊 水气啊 气氛啊等等 这样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材料 比如刚才我们讲到 他的形状记忆合金材料 也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材料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压电陶瓷也是 如果我们外界受到一定的压力以后 他会感应出来 那么他产生某一个的这个啊 这个电湿啊 那么我们可以检测到啊 比如说我们用的多的这个压电陶瓷 这个电火器啊 大家看到这个架里用的这个煤气罩 还可以啊 他受到一定的压力以后 他就产生一定的电压 那么这个电压呢 他产生一个电火花 我们就可以把煤气点到啊 这就是利用了啊 他的一些特殊的啊 这样的物理性能啊 来使用它 好 国门材料 我们就简单就介绍这么多 有些我们就是很快就跳过去了啊 大家呢 可以预讨一些科外的材料啊 来充实一下自己 还是用赴本材料啊